教練知道這幕一定氣死 我在這邊等你們 你在那邊給我拍照 人在岡山今天參加 The North Face的 無痕山林的活動 那今天我們是早上約9點 在大岡山的停車場 然後這邊有一個步道 我沒來過啦 雖然我高雄人 但是我沒有來過 那 剛才 今天有請教練 那今天好像大概是分這兩個活動 一個呢 是主要 呃 體驗整個步道 那第二個的話 好像他又剛剛有發一個 類似像 指南針的東西 我看一下 這種 指南針的東西 那我們可能等一下 會教我們去如何使用在 野外 要去看地圖的話 假設你如果沒有手機 或是一些電子產品 可能要透過 地圖 或指南針指北針 去找到你要的路線 所以我們今天會繞一個大圈 第一件事情 把你的指南針 連接SP點跟CPE 是因為沒水分嗎 因為你剛剛這樣舉的 它沒有辦法 所以 所以它會好像從這樣一個位置 你不管怎麼轉 它就是好像從這樣一個位置 所以不可以拿這樣 拿這樣 OK 過去登山的入口 這邊的 還蠻特別的 這邊真的蠻特別的 旁邊的那個七人 對啊 算是一個古道 我覺得有一點那個五哥 五哥窟的感覺 有一點有一點 它的樹根啊 好像跟旁邊這樣子 竄在一起 我的耳朵 走走走走 你要被教練練 我說你們在幹嘛啊 不是來上課嗎 你們在幹什麼 可以拉蜂條 拉蜂條 拉蜂條喔 五分鐘拉三次 你知道嗎 你們去這邊 等一下你們大拍跳到照好了 我就比較開心 對啊 等一下跳到照 等一下 有人撿 有人撿 喔弟弟撿的是嗎 優秀 沒有撞 我們都只顧著拍照 我們都只顧著拍照 對 我們超級不專心的 沒有弟弟撿垃圾 弟弟撿垃圾 弟弟撿垃圾 你要代表大家 我們都在玩的 弟弟超棒的 弟弟超棒的 你是我們今天的精神成品秀 沒有 超棒的弟弟 弟弟帶上快樂一點 Karen 很喜歡 跟醬料挑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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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邊 那樹葉都是少過的 但有人特別在轉 看起來超過了 對那都有人特別在轉 有有這邊也有 有 有 有了色帶嗎 那是 彩券 辛苦了辛苦了 我看到有 好像還有一個 滴滴還好吧 滴滴的話 滴滴收就出夠了 這是習慣的 塑修袋 這邊還有垃圾袋 這邊還有垃圾 垃圾袋 垃圾袋走了 原來修行亭的地方比較多 耶 巧克力的垃圾 休息的地方比較多 抱歉 這邊有垃圾 需要你的垃圾袋 加油 來 謝謝 加油加油 可以這邊休息一下喝個水 哎呦 去哪兒啊 我這裡啊 這一顆是很羨慕 有夠 我們可以一起拍一張照耀的嗎 可以啊 要在哪裡 要在哪裡 背著垃圾這裡可以啊 來來來來 有垃圾有垃圾 有垃圾啊 這邊就有垃圾了 這邊比較少人走 又有垃圾了 這個髮器不錯齁 對 超好用的 對啊 這幾筆夾子還好用 而且它又夠長 然後夾得很準 然後夾得很準 這個可以買吧 對啊 我們去團工 然後以後我們去爬山就可以 對啊 不要殺一遍 直接生氣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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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cp2 那 好謝謝 然後剛才教練有教導如何使用登山杖 所以它這個路線呢 以我符合它的課程的需求 就是下坡的時候啊 要怎麼去使用登山杖 然後正確的去做教導 好多淹蒂啊 這淹蒂撿不完啊 這淹蒂真的撿不完 好奇怪喔 對啊 想不 對啊 想不透為什麼 我們都喝完自己帶 為什麼他們都會晚不自己帶回去 因為我們嚴重落後 我們撿垃圾嚴重落後 它在這裡啦 現在有石方亭 潮原市跟一線天 所以我們現在 鬼爭吵喔 來地圖拿出來 馬上實地演練 對 先北方先指出來齁 兩個魂線 升北 2 cp3 然後還有透過教育來傳遞這些理念 所以就有一個叫 Leave No Trace的運動 你的動機是什麼 或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保護我們的山林領的任務 我們山還是要愛護自己 是要愛護啦 我覺得還是 帶上去的水要不自己帶下來 帶上去的垃圾要不自己帶下來 帶上去的垃圾要不自己帶下來 下去的台灣就是這個 很糟糕 塑膠的東西你也知道 沒辦法融化 你們都一百年沒辦法融化 因為 我相信愛護大自然的 那個活化能應該也很多 而且我們自從小幼苗開始 非常緊張 對 其實從今天 我們就一個小幼苗 甚至我們一大早就發 一二三 哎啊啊啊啊啊啊 這下地方好 還好吧 沒事沒事 哎呀 有一次我就坐車庫 哈哈 不行不行 這是個理由 我們現在走進來另外一個步道裡面 宜線街 盤隆峽谷 宜線街入口 錯耶 都網美景點嘛 網美景點嘛 網美景點嘛 對啊 真的不錯耶 超讚的 這邊真的是超讚的 等攝影棚你知道嗎 教練知道這一幕一定氣死 我在這邊等你們 你在這邊給我拍照 快點 我生氣了 被趕 好美 現在已經下來了 生態園區 然後這邊有個廁所 我們今天水好像呆的不太夠 還蠻超的 今天呆的這樣一公 這個有幾CC 一千 一千 不夠 所以可能要兩千之類的吧 所以我們剛剛 現在可能每個人的水 都是已經見底的狀況 然後廁所的話 好像只有這邊才有 然後剛剛的那個圓昭寺 那些廟宇有 所以大家都一直憋著憋著憋著鳥 過來 這樣我們要下山 結束今天的行程已經有超死 這樣已經超過三點了啦 本來是還要上去山頂 但是感覺大家 時間就是有限 有些人要 可能要回去了 現在已經三點十九分了 所以下去可能都已經三點四十左右 所以今天就到這邊 下山 活動結束 今天 我覺得 有幾個重點 整個參加的過程 我覺得是 不錯的 因為你來可以學習到像比如 無痕山林的這些原則 然後還有一些背包裝備的 一些 基本配備 基本的知識 那 還有糧食啊 以及你的 一些頭燈 那你要怎麼去做 搭配 那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今天 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我們沒有做好 像 我們在 拿垃圾 就是撿垃圾的時候 沒有做 先 分類回收 我覺得下一次啊 我們可以 一部分的人 我們可以分兩批 或是三批 一部分的人是撿一般垃圾 一部分的人是撿寶特品 那我們全部人都走在一起的時候 那比如我們撿到垃圾 那就給誰丟 撿到一般垃圾 那就給誰丟 其他寶特品 那就是丟那邊 玻璃的話就丟那邊 不然 今天 意外的 垃圾 很多 在大鋼山這邊的步道 很多 但是 我們沒有做好分 因為我們想說可以 就是大概撿了一下 就可以下山 那我們再去下山 帶回家各自做分類 結果我還走到一半的時候 全部 大家的手 都是滿的 包包也綁住了 就是全部都是垃圾 但是我們那時候 沒有做好的資源回收 但是我們就放在了 其中一個廟宇 那放在那邊 就是下午5點 有垃圾車來 這是 滿遺憾的事情 沒有把它做好 我覺得下次可以把它 規劃好一點 第三 今天的風景 一線天 超美 很棒 有點像古墓奇兵 我們剛剛走的時候 旁邊就有人說 有個阿伯說 哪裡哪裡有一個 國家級的景點 你們應該去看一下 那個一線天還不錯 唯一的缺點就是 文字很多 好我們下次見 對了 我剛剛要收集到兩個問題 第一 我們今天的路線 可能是因為 這邊的公共廁所沒有很多 但是女生的話 可能 沒辦法 就是上廁所 今天只有 在那個園巢 就是那個廟可以上廁所 其他地方沒辦法上廁所 所以 上廁所這個問題點 可能以後再規劃路線的話 可能需要安排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是 水真的要帶足夠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 水都喝 就是 水都 剩沒多少 然後旁邊 沒到的 可以買水 所以 有提供這兩個問題給大家